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战争叫做麻豆战争 所以什么是麻豆战争呢 麻豆就是在台南地区 有一个原住民的村落 这个村舍叫做麻豆舍 也就是现在台南地区的麻豆 麻豆区就是讲的是麻豆舍 但是当年的麻豆舍的面积 比现在麻豆区的范围还要来得大很多 麻豆舍当时的族群是属于平埔族的希拉雅族 也就是希拉雅族最大的最强的一个村落 就叫做麻豆舍 麻豆舍对荷兰人来讲 是一个必须要驯服的对象 因为他武力最强经济力也最强 不过麻豆舍仍然是一个部落社会 他并没有进化到酋帮社会 当然谈不上是一个国家 所以对荷兰人来讲 他是一个国家要去征服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就是麻豆舍 在1635年就爆发的麻豆战争 讲的是荷兰人去攻打麻豆舍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具有非常高的政治意义 因为1624年荷兰人就来到了安平港 就是现在安平古堡 也就是热兰之城 开始经营他那种所谓的港口占领军的角色 做港口的贸易 也开始推展出一些想要引进中国的农民工 到台南地区来种甘蔗跟种稻米 可是那个时候整个荷兰还谈不上殖民政权 也还谈不上殖民统治 因为跟他有合作关系的 顺服于他的就是只有一个比较小的社 叫新港社 就是刺坎地区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这个部落相较于麻豆舍来讲 规模小很多 麻豆舍对荷兰人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力量 所以从1624年到19635年 这个将近的差不多快十年多的时间里面 荷兰人都谈不上真正殖民统治台湾 但是1635年的麻豆战争结束之后 荷兰人就确定是台湾的殖民统治者 尤其是指的是台湾的南部地区 同时麻豆战争所建立起来的模式 也就是后来荷兰人统一整个台湾 取得整个台湾的主权 领土主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怀民模式 那我们来说1635年这麻豆战争 其实是麻豆舍原住民跟荷兰人长期累积了很多的恩怨的一个总清算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讲的 麻豆舍曾经联合了 销龙社的人 然后在荷兰的人员要渡过这个麻豆溪的时候把很多的荷兰兵给杀死 但是荷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麻豆舍进行征伐 一直到了普特曼斯来台湾担任大员长官 就在1635年就开始筹划要如何攻打麻豆舍 首先1629年的麻豆溪事件 当然是荷兰人想要报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到了1633年 就是1635年麻豆战争之前的两年 有麻豆舍的长老 这个长老叫达迦洛他就计划想要引进日本的军队来驱赶荷兰人 而且达迦洛还命令什么 在布袋往港附近捕鱼的一些中国渔民 要向麻豆舍来进贡 如果不进贡的话 他要将这些中国的渔民给予出草斩首 可是这些中国渔民之所以能够在往港 就是现在的布袋 嘉义布袋的地方 能够捕鱼 能够靠港 能够在岸上做各种相关的活动 是因为他们向荷兰人缴了税 取得了权利 荷兰人就有义务来保护这些中国的渔民 那如果他们也向麻豆舍这个进贡的话 那就等于是挑战荷兰人的收税的权利 所以荷兰人也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恼怒 不过荷兰人尤其普特曼斯 还决定说好对麻豆舍就先礼后兵 所以普特曼斯就找了甘地斯牧师 就是台湾地位基督教的牧师叫甘地斯 他先到麻豆舍里面去送一些礼物 然后邀请麻豆舍说 这样好了我们合作 我们不要对抗 我们共同去讨伐高平溪以南的 屏东的其他的平谱族的原住民 然后取得了一些战利品 我们两边评分 荷兰人跟麻豆舍评分 结果到了隔年1634年 麻豆舍他不但拒绝了荷兰人的提议 那还放话要攻击其他参与讨伐 屏东原住民村落的 这些其他的平谱族的村舍 包括新港舍包括骁龙舍 那新港舍一向是跟荷兰人合作的 那骁龙舍跟新港舍的中间虽然有矛盾 但是骁龙舍也想要配合荷兰人的举动 去讨伐这个屏东的原住民村舍 然后评分战役品 不过基本上来讲 骁龙舍也对于这个麻豆舍 与心怀恐惧或者大部分程度相当的配合 1634年的9月 这个普特曼斯就开始向印尼的巴达维亚总部 申请征兵 希望至少多派个400名的有战力的军队 来征服这个麻豆舍 所以从这个1635年5月9号 热兰哲城的日记里面就记载了 他说麻豆舍的那个长老达加龙 威胁要烧毁新港舍的房子 所以5月10号 就是1635年5月10号 普特曼斯就派了75名的士兵 进逐到新港舍 结果没想到5月11号 麻豆舍的这位长老达加龙 竟然气色逃亡 硬话讲得很狠 没想到这个普特曼斯部署要发动战争 达加龙就逃亡了 5月12号 麻豆舍发现说 普特曼斯的兵力 已经开始在包围麻豆舍的时候 麻豆舍的其他的长老就说 好我们送了九头猪先跟新港舍道歉 以前恐恶新港舍不得跟荷兰人合作的事情 所以表达道歉 但是到了半年以后 10月14号 另外一个荷兰的基督教的牧师 叫做尤纽斯 这是台湾岛历史上 第二个很重要的基督教的牧师 叫尤纽斯 他向普特曼斯报告 他说 麻豆舍跟骁龙舍暗中结盟 准备对抗荷兰人 到了隔月11月23号 这个普特曼斯就率了500名的荷兰的士兵 还有2000名的新港舍的原住民 就开始进攻麻豆舍 这个时候荷兰的士兵 就对麻豆舍的这些战事展开 报复性的大屠杀 麻豆舍的原住民 在第一次接战就死亡了将近300多人 那其余的呢就逃顿到了那比较深山里面去 很多老若妇孺如果逃避不起呢 也有26个人被新港舍的原住民列守 普特曼斯还下令烧毁所有麻豆舍的房子 这个至少有3000栋的房舍 被荷兰人烧毁 所以直到了11月28号 反正就要说隔了五天 麻豆舍的其他长老就出面请求投降 然后普特曼斯就交给他一份条约 这份条约就是台湾岛上第一份 有关于主权变动的条约 叫做麻豆条约 12月3号麻豆舍的人 作为归顺的象征 归顺荷兰人 他们就把这个种在泥土里面的小檳榔树 跟小椰子树 很小的檳榔树苗 或者小椰子树苗 放在土上代表象征了麻豆舍的土地 就成交给荷兰人普特曼斯 然后1935年12月18号 麻豆舍就在荷兰人所要求的麻豆条约里面 就签字这个生肖 当然他们不懂得写字 签字就是简单的画样 从此以后 麻豆舍就正式的服从荷兰人的统治 所以我们说麻豆条约 是台湾历史上有关于领土主权变动的 第一份条约 另外的1635年的麻豆战争 是台湾史上第一场关于主权领土变动的 一条一个很重要的战争 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主族之战 或者民调之战 类似这种概念 麻豆战争的内容讲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第一个 荷兰人承认麻豆舍的土地 他的领地权 就是部落的统治权 原本是属于麻豆舍的原住民 跟他的长老 但是麻豆舍的原住民方面 就同意要把领土主权交给荷兰人 成为荷兰的殖民地 麻豆舍的原住民就从此成为荷兰人的属民 服从荷兰人的统治 荷兰人就一样化葫芦的 就把麻豆舍的麻豆条约跟这个战争模式 去要求其他后来被征伐的原住民 也签类似的条约 当然有些部门可能会有调整 但主要的概念不会调整 所以荷兰人就在台湾岛各地 逼人家签了很多麻豆条约 也就取得台湾岛的领土主权 这时间长达十年 就从1635年麻豆战争 以及签署麻豆条约 一直到1645年 荷兰人就取得了全台湾岛的统治权 他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村舍去攻伐 去征服 要求他们签约表示投降 然后这些人应该进贡什么 给荷兰人也写得很清楚 而且荷兰人对于每一个服从 他统治的这些原住民村舍 也真的建立了一个很强有力的任命权 就是每一个村舍里面的长老或者头目 都要由荷兰人来许可或认命 所以每个村舍的每一年 大概荷兰人会找四个 每一个村舍有四个 跟荷兰人配合度比较高的 这些原住民来担任村舍的长老 然后从这个长老里面 找一个比较服从命令的人 来当这个村舍的头目 所以原住民的村舍的长老跟头目 就变成是由荷兰人单方面 以上级的统治者的角色 可以任命可以指挥可以惩罚 同时给每一个长老或者是头目 会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荷兰的亲王的三色旗 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名字叫做 尼德兰七联省共和国 然后这个国家本身的国家元首 当时称作执政官 那这个执政官的一个封号 叫做奥伦治亲王 Prince of Orange 那他的旗子是三种颜色的旗子 所以荷兰人会送给这些长老 以及头目三色旗 象征了他们要对荷兰共和国来效忠 同时会给他们一件黑丝龙袍 当然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丝龙袍 也会给他们一个藤子座的藤杖 这个藤子是来自于印尼 这个藤杖上面会相有一个 用银打造的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 所以用这个方式开始行使一种 有仪式的统治 有秩序的殖民统治 不过1635年的年底也祸不单行 骁龙社跟麻豆社爆发的天花传染病 所以骁龙社原有的将近400名的战士 有将近一半染到天花战士 麻豆社也差不多有300名以上的战士病死 附近穆加溜安社也到了传染 所以表示说荷兰人带到台湾去了 不只是基督教文化 也不只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战争的模式 还更重要的带去了天花 所以使得平埔族原住民的村社 人口遭到相当大幅度的打击 结果普特曼斯不以征服麻豆社为满足 在11月份他摆平了麻豆社之后 在12月22号到25号就圣诞节 普特曼斯就进攻什么 屏东平原上面的其他的原住民村社 包括塔卡阳社 就是现在的这个屏东离港 有人叫大折基社或者武洛社名字不同 但地点一样 或塔加里阳社就是屏东市 或者是高雄的阿联区 那攻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把整个社的防射全部烧光 而且他这种恐怖的策略 是让附近所有的村社都大为惊恐 这个战争就被称作圣诞节之意 所以其他的旁边的村社 像放手社在屏东临边 附近有七个村社 就主动的来向河南人表示投降 然后更南端的狼桥社 就是我们所讲的斯巴罗这个地区 就是车臣恒春地区 也在隔年的1636年 主动的跟荷兰人要求签约投降 那为什么 因为原住民的战争 顶多是用长矛跟箭矢 但是荷兰人的火枪的实力 实在是比原住民大很多 还有荷兰人也带了战马 同时在进攻的时候又有战骨 所以让原住民面对这种战争的时候 心生恐惧就失去了战力 何况荷兰人又像其他已经归降的 这些原住民抽起所谓的血税 要他们服兵役 然后替他们打仗 所以在有原住民的兵力 加上荷兰人的战马火枪 以及相对比较优势的一个军队的组织方式 大部分的原住民村舍在相对落后底下 就纷纷投降 所以荷兰人利用这种麻豆战争的威力 恐吓这些其他的原住民村舍 要顺服要投降 不到三个月就有27个原住民村舍 向荷兰人投降 并且献出土地主权 6个月以后 荷兰人统治的原住民村舍 就增加到了57个村舍 所以某种意义来讲 荷兰人完全控制了台湾岛的西南部 1636年 普特曼斯竟然还率领新港舍 去征伐骁龙舍 骁龙舍本来跟麻豆舍比较接近的 理由是什么 要抓麻豆舍其他的几个手脑 为什么 因为骁龙舍其的手脑本来就相当的轻麻豆舍 现在麻豆舍投降了 让人觉得斩草除根 要把骁龙舍其的头人 比较清麻豆舍也要抓起来惩罚 所以就抓到这些比较清麻豆舍的 骁龙舍的这些头目 他们就把他交给新港舍去处理 新港舍跟这些人本来就有宿愿 就把他们杀了以后 以泄恨 所以使得新港舍以后只能更加效忠荷兰人 而没有办法跟麻豆舍 跟骁龙舍 跟其他舍 再结成一个原住民的同盟 来对抗荷兰人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荷兰人是什么 以疑自疑 分而自知的一个统计 统治的策略就相当有效 所以隔了第二年的1月份 这个荷兰人用相同的手法 进攻什么台南狱警 就比较靠三边的大五龙舍 所以不只是大五龙舍 其他的大木匠舍 小琉球舍等等 所以可以说麻豆战争的威力 使得这些村舍 通通向荷兰人归顺 而且不止如此 像骁龙舍 还要把他们所有比较亲近麻豆舍的人 送给新港舍斩首 要不然的话 骁龙舍的房子也会被烧光 不过附近感到恐惧的 村舍比较大的 有像大木匠舍 木家溜湾舍 就是台南善化 那那个什么多罗国舍 台南的东山 侏罗山舍 就现在的嘉义 都纷纷投降 这个可以说 希拉雅族的村舍 几乎全部向荷兰人投降 但是比较北边的 靠近云林嘉义以北的 叫做宏安亚舍 对于这个荷兰人 还比较有维持对抗的知识 这些有包括 云林伦贝的马尔干舍 还有云林虎伟的虎伟龙舍 然后云林斗六的斗六舍 以及另外也是属于希拉雅族 但是在屏东外海的小琉球 那个小琉球 他们当时有人叫做沙玛基舍 不过小琉球这个案子在荷兰人历史上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案例 他是属于希拉雅族 但是跟荷兰人之间 对抗的激烈程度 超乎了大家的预期 荷兰人对他们的残忍程度 也超乎荷兰自己很多宗教人士 教会的一个能接受的范围 不过这个有个原因 早在荷兰人来台湾之前的两年 就是1622年 10月份 有一条荷兰的船舰 叫金石子号 它在小琉球岛的外沿搁浅 那时候小琉球岛的名字 荷兰人把它称作拉美岛 然后有一些船员为了取水 就登陆 没有想到被小琉球的原住民杀害掉了 就普特曼斯 就以小琉球杀害荷兰船员 跟中国人为由 因为当时荷兰船上有一些帮荷兰人工作的一些中国人被杀了 就在1633年 就是麻豆战争之前 11月就派人到小琉球去焚烧他们的村舍 就麻豆战争之后 1635年再度派兵去杀害了小琉球300多人 而且俘虏了700多人 把他运到台南安平 这大圆港难得卖座福这个奴隶 女的就取配给新港社的人做妻子 小琉球几乎就媚亡了 到了1636年的7月 第三度新兵 灭掉小琉球 所以小琉球的原住民几乎就在荷兰人的屠岛底下完全消失 所以在台湾岛的中南部可以说1636年 已经全部禁归荷兰人殖民统治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麻豆条也很有意思 麻豆条也怎么写呢 他说 这个第一条 我们麻豆社的全体 承诺将悬挂这个所谓的军旗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荷兰人给那个麻豆社的这个一个荷兰的一个清王旗 要求麻豆社在他们的重要地点里面 要重要的时期要悬挂这个荷兰的这种清王旗 有点说我们很多地方悬挂国旗一样的道理 所以表示是归顺 同时呢 他要求说麻豆社 任何重大的刑法 就一定要荷兰人才行 你麻豆社自己的长老跟自己的头目 不可以处罚你自己的人 尤其是有关于比较重大的刑法 比如死刑等等 那里面有一条规定很重要 他说 有一些中国人 是在网港或其他地方 不管是帮荷兰人稍作制石灰的 或者是在做陆皮交易的 或者是有带来必需品买卖的 麻豆社 以及原住民 不可以阻碍 不可以要求他们这个进贡 也不可以抽税 然后也要让中国人 在原住民的村舍里面 自由通行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规定 就表示 荷兰人当时需要很多中国的劳工 帮他们做事 而且他们保护这些中国的劳工 渔民或者商人等等 那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中国对荷兰人 是很重要的 提供劳力 提供商品 提供货物 提供税金等等 所以比照这个模式 这个什么蕭龙社 大五龙社 还有包括屏东的 所谓狼桥十七社 全部都向荷兰人投降 也都全部都签了 这些条约 不过有趣的 荷兰人 把这些原住民称作国民 他们就是归顺了 荷兰共和国的国民 然后把帮他们做的 这些中国的劳工等等 都称作中国人 不把他称作国民 不过他们任命了 这些什么头目长老 治理国民 但是也会派一些 像侨领的这样的人 中国人 来担任这些中国的劳工 生意等等 他称作假币丹 假币丹的发力是来自于 Captain 就是船长的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从1624年开始 一直到1635年 我们可以说 荷兰人只是来台湾 做这个什么 做港口占领军的 经营贸易据点的角色 1635年到1645年 就开始进行统一台湾岛的战争 然后在1645年 一直到1662年 离开台湾的这段时间 荷兰人是真的扎扎实实的 在统治台湾岛 那以上就是麻豆战争 在历史上所显现出来的 重大意义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